右图的虚线为y等于x平方的图形 请完成下表 透过秒点来绘制y等于x平方加2的图形 好,我们先来观察一下这两个函数 第一个函数是y等于x平方 第二个函数是y等于x平方加2 请同学观察一下这两个函数之间有什么差异 好,应该可以观察出来 第二个函数它是第一个函数加上2 所以说它的函数值每一个都会和前面那个差2 都要加2上去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当x等于-2的时候 第一个函数值是4 那么第二个函数值它会是多少呢 它所对应出来的会比第一个函数值大2 所以它函数值就会是6 好,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部分 它函数值第一个函数值是1 那第二个函数值就会是3 那么接下来0和2这个没有问题 那么接下来函数值是1 那么第二个函数的函数值就会是3 那么最后一个一样 它加2之后是6 好,我们都已经填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秒点 这边第一个点是-2,6 这是第二个函数的第一个点 来-2,6 我们把它标出来 它在这里 接下来是-1,3 我们把它标出来 在这里 好,接着是02 好,把02标出来 再来是13 还有26 好,我们把点都已经标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用线把它给连起来 好,我们把它连起来之后 这一样是一个抛物线的图形 好,接下来我们来观察一下 这两个抛物线的图形 虚线和实线的这个抛物线图形 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好,我们刚刚说 第一个函数和第二个函数的差别是 我们将第一个函数加2之后 就是第二个函数了 对不对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那在图形上有什么样的不同 原本的函数 y等于x平方 它的顶点是在00的位置 那么新的一个函数 y等于x平方加2 它的顶点位置在02 那么它之所以会在02的关系 就是因为我们将它的函数值 加了2嘛 对不对 我们将第一个函数 它的函数值加2之后 它就会到02 所以说我们后面这个加2 影响的就是我们在图形上 点的位置要向上两格 好,那么我们来观察一下 这里有一个点叫11 原本的点叫11在这里 那么它在第二个函数的时候 它所对应的点在13 13也是一样 就是向上两格 所以说这里有一个问题 y等于x平方加2的图形 是y等于x平方的图形 向哪里平移 几个单位呢? 我们可以发现 是原本的函数 向上平移两个单位 好,我们把它填上去 向上平移两个单位 好,我们来整理一下 这边的重点 给你一个函数 如果我在这个函数的后面 加上一个正数 那对图形会有什么影响? 我们刚刚讲完之后 你可以发现图形 就会向上的来平移 再说一次 给你一个函数 只要我在后面 加上一个正数 那么原本的图形 就会向上平移 就会向上平移